鑑于英国越来越多的民众认为 做欧盟会员 令英国本土的价值观和精神面貌逐渐消失 6月23日全国公投 本来首相金马雷马 17年之前都可以公投 但现在不知为何提早 因为危机激迫在眉睫 这段时间你去世界各地遇到英国人 我去澳洲也是 现在跟他一起坐在一起 你怎样看 虽然政治是英国人社交话题的禁忌 其实这不是 因为已经是跟他们的生死有关 切身利益 到底英国留在欧盟不一样 退出欧盟哪有运行更多的 英国专家 我昨天才写一篇文章 说Boris Johnson 若安顺 现在站出来反对政府的立场 作为伦敦市长 很多人就插他 说这些是政治的考量 是为了自己的仕途更加相信 但我见到是有他一定的利益 是我明白他在说什么 这个又是跟我们之前那两集 说的本部有点类似 说到最后 你究竟是想自主 自决 还是你想为了共同利益 觉得如果绑一起走 可以走远一点 这个问题真的哗起大家 这对英国来说他真的很凄凉 他觉得欧洲欺负得很紧 是 譬如说在法国有600万 这叫北非移民 如果有一个第二代的小孩 长大到18岁 他要回到波罗哥娶老婆 大罗大鼓娶了 他带了回去马赛 然后觉得他老婆觉得 马赛不合我住 他们可以立刻 而且很多是这样的 立刻离开法国 便飞去伦敦 又在伦敦坐下 立刻可以问英国政府 拿免费房屋 免费医疗 免费教育奶粉钱 而这两夫妻 是跟英国完全无关系 是因为法国 以前在北非有殖民地 是法国的殖民地 扔来的叫摩洛哥的 北非伊斯兰回教移民 但他两夫妻新婚 一觉得法国不合适 立刻可以 没有染鸡笼 飞去英国坐下 在伦敦还要问你 因为英国福利好 分分钟比法国好 英国机会多些 英语世界 现在英国面临统的问题 法国也来 荷兰也来 德国的敘利亚导境也来 冬欧那席也来 我沉了 主要是这个问题 离签要根据欧盟人权的法律 我便要派 我便要给小个崩都不行 你这些人还在吵圈 因为欧盟议会支持 这位占森 这位伦敦的反斗市长 他说要退出 我觉得 由英国佬的角度来说 他觉得被欺负到这样 就真是执包袱不如 而分好过 是吗 是 很多平民老百姓 觉得在英国合情合理 如果把香港支持本土派的人士 放入英国社会 更加是绝对要赶走欧盟这班人 等于你每天150个侧下来 我香港移民局是无权筛选 我不要不行 你弄一些不知什么来历不明的情报人员 或者香港的阿伯回去取妻下来 我是没得选择的 没得选择的 现在英国的情形 英国也是这样 英国就拍桌 英国人说不行 香港是怎样 香港是没得选择的 至少英国可以公投选择的 你说差不差 即是叫张芯比己 所以我很同情英国人说脱离 但一脱离就麻烦了 因为欧盟对英国来说 等于中国大陆和香港一样 都是一个庞大的市场 你的导演要上去寻舍 你的厂要开始 如果你要退出 请你收拾包袱 不请你收拾包袱 香港的厂佬电影业 怎样在外面另闻市场 马拉亚 台湾 欧美 那你要由头要立个品 英国现在也是 然后欧洲 你走 走 以后你英国护照的人 来欧洲都要拿Visa 那你死了 那就麻烦了 据我们的BNO 神根公约 香港旅行社都麻烦了 以后你去的时候 要多付一千几百签证 对吧 Boris 我昨晚看了他在英国的BBC 给了一个专访 他又说到一些比较有趣的数据 譬如说 在过去几十年 其实美国在欧盟里面的贸易增长 比英国在欧盟里面的增长 即是说我找到士啤胎 对 我在外面已经有女儿了 对吧 我觉得你这个王妍婆欺负我这么紧 我和你一脚赶开 我外面已经有家 所以叫做搞肚三斧 很重要 计算而已 所以真是这次欧盟怎么投票 我们香港人不妨 抹大牙 急实 好 先喝杯